欢迎收看赛后点评赞 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 来到本周 因为有上周的大赛 通常有个后遗症 也就是在本周 基本上的赛事都趋于平淡 不过在这些平淡的赛事当中 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些规律 就是这些高分马匹 特别是第五级 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降级下来的 或者是降下来一阵子的 总之是评分高的那些 表现不懂为什么 总之这两天特别的好 这个威力确实很大 而且我们有一些马匹 也是有心得 也是在赛前分析节目 就提到过的 比如像有心资产 我记得当时你用了一个 形容词就是升降机 它真的是做升降机 来到了正确的楼层 当然这些马匹赢完之后 当然都会升上去了 升上去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通常来说 马匹连结是很困难 特别是第五级 如果升上去第四级 几乎90%都速定的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场赛事 这个有形资产 好了这场赛事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号码 也是从这个低级赛 甚至是更高的水平降下来 不过它也需要经过两场赛事 在第五级 终于来到今天这场的沙地 中距离的赛事呢 它可能刚刚那个状态 经过赛事磨练之后呢 提升出来 然后呢同样的情况 这场赛事水准也不算是很高 那这次各方面配合之后呢 它这场赛事呢 就赢得算是蛮轻松 因为最后阶段 没有马匹可以赶得上它的速度 它现在在第四位 在前领的那一匹呢 就是经典队长 然后呢 后一点就是拉普特 再跟着上来呢 那一匹是大冒狂想 这类的马匹呢 都属于是开路先锋 然后呢 手在第四位 这匹最终棒有形资产 你看它的那个跑法呢 跑姿呢 是蛮轻松的 在它旁边那一匹呢 就是年轻一点的 输赢笑笑 在后面就看到那些 所有乐战士啊 双重危机啊 这些都不是说实力太强 特别是这匹双重危机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它已经是经过 二十多场赛事 都没有办法赢 通常马匹过了 二十场赛事都不能赢的话呢 你就不要看得太高 捧场大人门有时候呢 也是稍微有点过分的啊 好 现在看到有形资产 在这个磁城的时候呢 刚刚移开这个位了 给它有一个空位上来 没有说是浪费很多力气去找位 呃 本身的实力比较强一点 只是头重稍微重 但是也没有影响它 因为第五级 后上能力强的马匹 不算是很多 唯一现在威胁它呢 就是一匹雷沙 不过呢 相对来说 有形资产 银马的那个数字呢 是比这个雷沙多的 所以加营也不奇怪 那来到支撑阶段的时候呢 这匹有形资产呢 它已经是差不多摆脱这些马群的追赶了 那顶到最后呢 这和它一路来呢 这个在相同赛程上面动手啊 都采取的是同样的跑法 就是早段的时候跟前 到支撑呢 脱颖而出 也没有说是改变任何的跑法 可是呢 从这点我们看出来呢 它来到第五级 没有等太久 时间就动手 就是在第五级这匹马呢 虽然说已经年纪八岁了 可是呢 这个能力呢 在这个赛程上面呢 确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以后呢 等它再回气一整轮以后呢 又可以再去看一看这匹马了 因为这样的跟前跑法呢 能在第五级想动手就有的话呢 证明了这个马匹呢 在高纲的训练下呢 确实也是马匹维持得不错啊 不过还是那一句了啊 赢完以后再上去 不管是第击赛 第四级 就算你喜欢都要看看赔率 太热呢 就宁愿算了 反正你赢了这场了啊 是 那看过这一场赛事以后呢 那我们要看一场这个赛事 是有这个特别的状况的 对啊 有时候啊 你也不能不称赞一些骑士 那个 这不是斗智啦 就是非常的勇敢 当你跌马的时候呢 通常第一个选择就是滚开 不要给他踢到嘛 但是这场赛事我们发现 不是呢 原来他往后有报仇的 就是赢马给他报仇 我们先看这个意外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 那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工作人员一走开以后啊 现在马匹呢 拿掉头套 轻色采印那一匹 对突然破扎 而且是两匹马 注意看12号啊 就是这个青色彩衣的 他跪在地上都要拉住了 你看 对赛福厅 就是他的马匹 目前为止 后来是迎马的 就是这匹 而且是一领到底的 我们再给另外一个镜头给你看啊 注意看啊 咱们一开他先破扎 但是呢 他一落地跪在地上 马上拉住那个马匹 不让他松脱 通常啊都是跌下来滚开 让他走了 因为容易受伤嘛 是的 原来赛福厅说我要拼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 好来你看怎么拼啊 出扎都有一点不规矩啊 以及就是斜去旅面 幸好那一匹旧驴啊 这个铜组 铜组的这匹 绑住他 挡住他 要不然的话呢 他可能又在这个 开闸的时候呢 出了一些小状况 那个乔治帮他一把 好 现在走位呢 就让他顺利的领出来了 这个冲闸呢 幸好没有影响 这匹马的那个情绪 在前面呢 依然是很轻松 在半个马尾的那个优势呢 领钱 然后跟着第二呢 就是普拉特街 在后一点呢 就看到五福灵门 然后巨大火球啊 跟这匹球制 都是守在他的后面 然后呢 后一点的马匹 又马力多 再跟着呢 就是垂直词典啊 精明收获这些马匹了 马匹呢 就挤在一起 这个步数也不算很快 所以让这匹又轻棒 那个走势也不错 因为上一场赛事 他刚刚赢嘛 赢完之后呢 看样子呢 他想再拼多一次 没有想到这场赛事呢 他赔率还是不错的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有时候也是 经常说 第五级赢完以后 上第四级困难赢 但是他依然是拼 困难不代表完全不行啊 只是难度提升 但是他有心 有心就有机会了 好 直诊的时候 打下去 反应不算是特别好 五福灵门呢 事实上是比较好 外面的普拉特街 也是不错的 不过赛马 有时候还是 讲究一点点运气 刚才出了意外 没有让他走脱 罚在这场赛事呢 他在最后阶段压倒这匹 五福灵门 本来五福灵门已经出头的 所以你说没有运气 也说不过去的 是啊 这一场赛事呢 他一路来在前面领 领到最后呢 按说呢 在这个级别上面呢 这个马匹呢 有这样的慢步速领了 到最后呢 很容易脚软的 可是呢 他在最后 被这匹最高分的五福灵门 超过了之后呢 他还能再提一口气 再顶回来 所以呢 我们对这匹 目前为止呢 真的是 可以说赞誉有加了 我们来看 进入支撑阶段的时候 前面的白色帽子 青色彩衣的 就是目前为止了 内篮的那匹灰马 就是五福灵门的 他是这场赛事呢 论实力来说呢 后少马里面呢 有机会争胜的马匹 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超越了目前为止 可是目前为止呢 在最后呢 再反先 可以说 腿脚算是很快了 这个能反先呢 甚至他的旧旅 在中间再插上来呢 可以说对这个五福灵门呢 是双重的威胁 最后阶段呢 这个练马师的两匹马呢 都是有头马 有位置 对 不过从这一点 可以看到出 五福灵门这匹马呢 他可能的冲程是很短的 大概冲了250呢 他就开始有一点利落了 所以才会给这个 目前为止 最后阶段反先 这个里面呢 也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 这个轻敌的因素在 多多少少都有的了 正常来说 所有的其实 凭他这个侧旗经验 你是潜灵马 我过了你 你没有理由 对没错 这个是性态的问题了 而且通常这个 通常只可能发生在 比如像去年年底的那一场 殖民首长锦标上面 你过了我以后 我还可以再反先 那种都高了半级了 真的不多的 第四级 真的不可能发生 它就发生 偏偏发生了 而且又是一匹 在砸钱出问题的马匹 对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 播这个镜头给你看 就是说 有些骑士那么勇敢 原来他就是背后 负那个压力蛮重的 对 如果他拉不住这匹马 走脱了 就等于说这场赛事 要拼的机会完全没有了 可以说是双重压力 他在这个压力之下呢 他还可以最后赢马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算是他 最近来说呢 表现最好的一场赛事 对 幸好马匹就情绪没有受影响 通常呢 马匹将走脱呢 他的情绪都会多多少少影响的 那一般呢 在这个地板的赛事 比较多的这个赛日啊 我们都会看到 各种状况的发生啊 那紧接着那一场赛事 最后还有抗议 这个抗议呢 我们赛后之后 看那个影片 你当场就提出来了 对 我说没有撞 但是呢 你整让对手没有机会发挥 这个是可能抗议会比较好 后来发现啊 原来这个给人家抗议成功的 这个特效也是有一点 运气不好 因为他蛮怀疑 对 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赛事的重播 好了 那个走势是怎么样啊 看两匹马 一匹呢 就是特效 采衣的就是青色采衣的 这匹马的身形 真的非常小的 四百二公斤而已啊 他躲在内栏位置 现在大概是第五位啊 然后呢 银马那一匹呢 就是这个 丹尼 丹尼啊 这个黄色采衣的 大概是在第六位置左右啊 好 前面拧出来的马匹呢 就是成绩四汉 然后呢 首在第二位呢 是忍者无敌 再跟着黄色采衣的那匹呢 就是太阳起舞 再跟着来就是科蒙惠 科蒙惠这匹马也是 最第五级的一号马 但是可能刚刚降下来 还没有东杀手 这个杀戒的时候啊 要等多一阵子 再跟着呢 就是这匹前锋 然后呢 就有这个 后面的是一方一方蓝啊 这些马匹了 好了 走到对面支撑 你看到这匹就是 啊 成绩四汉 他一贯都是前领的 不过今天可能 本身的状态不是太理想 所以前领也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 而太阳起舞呢 这个前领位呢 就给这个成绩四汉 呃 拿走之后呢 他的本身的能力就是会减弱 因为他一定要前面走才有机会 现在看啊 特效在内南 走位真的是不错的 小马省卫躲在内南 直撑 哎没想到你们真的那么好 开门给他了 他现在完全没问题的 你是看 两匹马压住他跑 一匹人家无敌 一匹就是成绩四汉 但是他没有框 而且呢 你看 现在摆脱了 摆脱应该是赢的了 啊 外面的 大尼来了 啊 现在蛮怀疑了 你看 那 其实越打 越打 因为他的中心 他打这个右手边的时候 人的中心就往右的 往右的时候呢 马匹就跟着往外面斜 我们看直撑的镜头 这个走位系统会比较明显呢 从高空俯瞰呢 看出他这个走出来的这个路线 他是越来越向外闪的 那从外侧 现在有一匹呢 这个黄色彩衣 蓝色拨点的就是丹尼了 丹尼一上来以后呢 他也正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朝外闪 这个时候 我们相信是已经发生了 这个马昂华衣了 不然他闪的这个太剧烈啊 所以呢 两匹马呢 就被迫都要朝外 这个就是造成了最后丹尼呢 抗议的缘故 我们来看直撑阶段的时候 前面呢 中间黄色彩衣 这一匹呢 就是丹尼 他现在已经是出头了 里面的绿色彩衣的这一匹 突然向外侧闪过来的 就是这个特效了 他这样子 一步一步 把他往外面顶 最后呢 输的这个微差 是构成这个抗议的主要原因的 那在这场赛事呢 这样的明显的这个外闪呢 最后 事后才知道有财寒报告 是这个马昂华衣 为什么会马昂华衣呢 我估计这个情况就是 身形太小 它小 然后呢 当你打这个右手边 你重心放在右脚 那个马灯 它的太大力 一大力呢 就往这边 然后马匹感应啊 你这边有力 我当然跑这边啊 因为我们骑马 就是靠那个脚 那个后面踢那个马肚子的嘛 但是感应你那边有力 就跑那边的 这个等于说 我们那个方向盘的 不是缰绳的 缰绳是另外的 脚是最重要的 一匹马 他这四条腿 站在地上的时候呢 是承受的力 是平均平衡的 这个平衡掌握好的话 这是个骑士的基本功 你在马上呢 你把这个身上的重量和重心 如何传达到马的这个马背 跟马腿上呢 这是个很深的学问 那他呢 这个本身呢 你如果朝右边一斜的时候呢 整个马屁呢 就肯定朝右边 所以我们也看到 你就算骑脚车的时候 你转弯的时候 也有一个侧过去的感觉 骑摩托车会更明显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呢你现在这个 如果你马上怀疑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力量 传达到右边去 然后呢对手就让 因为你这样斜出外面 没有办法骑 你没有撞到 但是没有办法骑 就所以这样子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 马皮会感应你的脚啊 你去那个学骑马 马皮站在不动的时候 你怎么叫他跑 什么都不行 脚一踢 对 就走了 而且我们也常说这个 身形小的马皮呢 我们常说是 各方面都不占这个优势 这皮马算厉害的啦 对 420公斤 对 他今天发生马上华一呢 这个原因 我们应该也找到 很客观的原因就是 这个身形小 可能你这个马肚带啊 那边呢你可能要多打几个眼呢 这个要练马戏去处理了 因为你很难绑得紧嘛 对今天真的是很不幸啊 因为你没有马上华一 你就不会斜跑 你不会斜跑 你不会绑啊人家 如果当你不上来 你也斜跑都无所谓 对你一匹马在前面斜跑 没事 总之现在就刚刚碰着 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又是输的微差 对 好了我们来看看 这一天的裁判报告 那在第六场五号特效 是马上华一的 而第七场八号的超级部队 则是右前提的提点脱落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三场赛事 第二场一号有形资产 第五级赛事 高分马有力 第五场十二号目前为止 赛前破闸 其实紧拉不放 第六场五号特效 走位出色 可惜斜跑 那礼拜五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看点在 那到了礼拜天呢 也是有大赛 这个两岁右马的赛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接着为大家分析